大家好,我们今天又到了作业点评的时间了啊 今天呢,给大家看的这个同学的作业啊 我认为他最后的完成质量是非常不错的啊 所以呢,给大家去来看一下 呃,我们先看他的一个作业上的成果啊 这是18年10月27号交的啊 这是出了一些效果图 然后呢,由于他这边是做了一个现代式的一个屋顶花园 上面呢,有一些这个种植草 呃,做了一个家庭的屋顶农场 呃,这个氛围表达的还是不错的啊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中式这一边 中式这边的话呢,表达的味道就更浓郁一些了啊 然后呢,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他的方案细节比较丰富 包括呢,对于材质的理解 呃,虽然他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学 所以的话,呃,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这一个在校学生对于一些材质上的细节 利益到这个程度 实际上就可以直接跟公司去来对接 就我们去找一份工作 那我认为在公司当中是不用太去来培训你的 啊,也就是说呢,你对于材质上的一个理解还是比较深刻的 直接呢,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工作当中去 所以呢,这种就业的竞争力是比较强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结果呢 就是因为我在呃,让大家去来做饭的时候 是极力呃,建议大家不要去来给前期赋予材质 呃,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哈 Sky这款软件呢,很多同学是用它来出一些效果图 包括这个同学最后的一个效果也是通过Sky这个这个软件去来实现的 但是呢,有的同学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就是特别愿意在一边建模型 一边给材质 呃,所以的话呢,这里面就导致了一个不该深化的时候 他的话呢,极力要去来深化 然后该深化的时候呢,不知道如何去来做深化 所以这是很多学生在自学过程当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他呃,9月9号的一次作业 那我们要求所有的小班学员在二草推销阶段是一律不准给材质的 呃,就是说呢,除了有水植物以外 其他的一律是不能给材质 因为材质的话,第一你不理解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防红木,什么是石材,什么是砖,什么是软石 所有的这些其实你都不懂 你要承认这一点 因为你在上学期间,或者说你在设计的初级阶段 这些东西确实你是不懂的 你要勇于承认,所以不要拿这个油气筒瞎点 对吧,有些同学我看给他比较粗糙 一个油气筒的一个材质给他立面平面 然后的话呢,局部的细节 呜呜呜呜,天上的都是这个油气筒的材质 因为你根本就不懂材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的话呢,你在给的时候基本是胡乱给 那我们很多应用单位看到大家你们的作品之后的话 整个人都崩溃了 因为这个孩子他根本不懂什么是材质 结果的话呢,瞎给 那我们在这个Skire模型上的二手这个阶段 我们主要推敲的就是这里面有哪些东西合不合适 比方说你可以看到他入口区做了一些片石 形成了一个中式这样的一个景观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太密了 不美观 所以呢,我们需要在这个阶段去解决这个问题 跟材不材质没关系 即使你这个片石说老师我用的可能是钢材 是这种这个金属材质 有可能我用的是这种玻璃材质 或者我用的是这种石材 无所谓 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你这个石 你这个这个所造的一个景观太密集 给人带来的信息过太 这个信息量太大了 所以呢,我们要适当的去来做减法 适当去来做调整 那这个时候一旦是你要给他材质上的赋予 那实际上你就多做了很多东西 而且是没有必要的东西 好吧 然后呢,到这 把这个阶段推销完 翻译都合理了 我们再看一下后期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再找一波异象图 那这个异象图的话呢 跟之前找空间的异象图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我们之前的话呢 空间上我们也会找一遍异象图 就是这个异象图 这找的是空间 对吧 我要做这个屋顶农场 那屋顶农场是长什么样子的 我得骑马 我得先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我们找是空间异象图 然后呢 我们第二次异象图 实际上找的就是我们的细节上异象图 比如说你的种植槽 你要做成什么样的啊 对吧 或者说你这个边界 你要怎么去来处理啊 对吧 一定要分两个步骤去来进行 如果不分两个步骤的话 很容易到后来的话 就做的极其混乱啊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同学 他在 在找这个这个细节的时候 对吧 也做了很多 然后呢 这里面又 把这个三草又非常完善的 给他绘画出来啊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来做一些表达啊 那你明显的发现他的方案上的细节既丰富而且又准确 那这个就是我们运人单位想要的啊 这个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有的是你们找工作 呃 就是大家我们运人单位看你的罪名集就很快就发完了 因为你罪名集真的没有什么可看的 是吧 啊 所以呢 我还是想大家可以向这名同学去来多学习一下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再见 感谢大家